挣钱给谁呀 换这换 花呀 找老伴哪儿花吧 咱们说起来花吧 你有钱能给别人花吧 你找老伴给老伴花 你好 认出我来了 这是朋友还是教练呢 这是那个佛教练 你是在这儿学游泳的 在这儿学了 刚开始 学哪儿学见了 学不到音乐了 下午时间呢 我学多点教练 这个教练是什么 你生活好吗 对 生活好点了 身体好点了 欢迎了 阿姨 因为我看她这儿有游泳线身啥的 就游泳了 不上了线身啥的呀 那好像时间没用了 我这游泳的好像时间太长了 游泳多点 游泳有了 我就没时间了 回家还得看别的 看看水 得学一学 看出旋律 我这个这儿有的泡大人 这是什么呀 这是日语 日语 日语书 你们在为啥要学日语啊 就是爱好 爱好休门时间 有志学的 我上学的时候 学过 老师教过一年班载的吧 教不了不长时间就就扔下来 然后后来我就开始就给她捡起来的 这不也是一门知识吗 以前打工有时候就我外地打工 打工我都带这门书 打工没事晚上说就要说 没到睡觉之前 先休息时光 就就是看看 这个业余时间 随随地给家中看看书 我感觉这学习 就是 就挺充足的吧 干别的有意思 有意思 从什么时候开始 就是有时间就拿这书 开始学 这时间挺长 都有20年了 20年了 都有20年了 20年了 那你这本书学完了吗 没有 我就学到15课 15课 之前的比较熟语 后边的那个就是不咋熟语 就是昏个脸熟 就念本能不能念 那就算基本上就差不多了 这是一段话 这 十八马街头 他那个山的奥子山 一周看你 4回过来 十八马街头 买购物 十八马街头 对吧 色々的 小类 详细 详细 五特一马斯 这是每次看书学习记的 记得你记 哦 这啥得查记啥 我先一遍遍写课文 然后增加记忆力 我就得查记啥 这是那个讲的那个日语课程 哦 他说的他说的话我都记来了 哦 他说的就明白 我怕过后忘了 我都记来了 这个记忆可扎实了 他说的明白 这个随随地就是进单词 我就给写的 就这些怕烂的 那你不是光是就是自学呀 只要有机会 哪块有教的你就多少学点呗 是不是那你上车下车 我都学完了 我就订考试去 考试去有个网 什么呀 考证嘛 日语证啊 几级水平啊 恩母 恩试的 恩义 考试成绩你是要干嘛呀这个 正式微笑 就学水平啊 叶老师给我评判一下的 啊 哈哈哈 现在有没有觉得你能考到几级 有没有细级 恩母还不行的 这个上车修完 让他考恩母 我得学扎实的 一定基础实在那个的 去考试去 感觉差不多 15年快20年的时间了 还行 打工时间呢 就业余时间 有时候还给他扔下来 独业有时间 我上班哪有时间呢 躺得黄了 就是没他收入 这次离婚后 以后 长出家人都得重新起步 日子越过越好嘛 你不得抓人干活嘛 挣钱嘛 你得独立 你得经养 我做个洗衣本 做个学校 半天我后厨 洗车也洗车了 就干了 一天就是工作就是干了 哪个证券都上哪干去 黑年板干 我那时候一年 我过年的放几天假 我这一年都是 该不了半个月 放上活的就是 想充实一下自己 我就是在看个书 就睡过觉书 我闲着工夫 就是我不能改的 嗯 我就一速没办 赶钱反正现在展过说 也有成就 嗯 这些年 那打工修餐还一定 不容易是不容易 也挺有成用 就我这水平的话 就算同学同学 也一定配我的 良心行 啊 你把孩子放大了 还挺懂事的 孩子工作也好 那孩子给领导开车开四年 完了之后又跑步行 我自己成就就是说 做因为资格 这妈妈做的也挺合格的 我把孩子那个给带大了 房子也买了 车也买了 结果呢 我也给帮个帐了 我自己四晚我也 也交了 我现在也连有推进 现在感到也挺充实的 嗯 嗯 现在开始自己的生活了 早上没啥说 性格好的 就是性格好也变好的 有养养的就行 就是 现在像我们的年龄的呗 大了三十十五岁都行 你说的性格好 你是觉得啥样的性格算好性 那得明是理呗 通行打理的 明是理的 不是这些人一种 寂寞白脸的 牙子都是牙大 好的 那两个孩子 要不想 这个呢 底下这个没站好 就是这个吃东西什么的 我吃东西把它浇拌 我一般就吃面子的 我吃咸的啥的 你看 想的啥就嘛 我就吃满的啥的 要不下时 还有整饭 找我吃以后 孩子离近呢 孩子留下 那还行 儿女在附近的话 生活上很方便一些 那以前裤子都还给买 要是换体验了 孩子把 换体验了 买好买好 你自己买衣了 我今天要是不见就聪 这玩意儿买在这溜子了 人家光厂的 上海 学电厂的 做个呆子 我不得给家呆子 就是给家呆子难受 你拿老板走 我不得给我呆子 这是老板 这是老板 对 他们俩的造型结婚照 不得瞅着造型 瞅着像你老板的 我老板也挺可怜的 这有病 就是他那一封死 在床上 这床上疼了四年 我伺候他四年去了 那我就不得给 你瞅着心了 我老板就难受 我说你瞅着说我瞅着老板 你瞅着说我瞅着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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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瞅着说我瞅着 你还要找个老板的 说话了我哭 然后我一个人给这样 那二说话了我哭啥啥呢 我有个影响我去 我亲里给介绍了 我亲里给介绍了 我亲了我走没看城 大叔一说 你这脚的不行 你这两千多块钱 他在 够咱生活的呢 没有给我 我哪儿拉倒 我说我跟他就是找个生活办理 那我拿给你多少钱呢 两千多块钱 给我让他生活也行 我来说 那就真行 咱这条件你瞅着 两千多块钱 到人家没啥说的也行 可能跟我生活也行 那这没啥要求 没啥要求 咱条件来说 不见人家 剩四五千块钱了 咱公司少 人家看我这个人是这样 到人家没啥挑的 就挺好的 别的要求一点都没有 包括什么 需不需要有艳缘 身高和年龄 什么东西差不多好就行了 我把这给你 尽量六三 我姓梁 我叫梁金元 我也六三岁 挺好的 就长相挺满意的 对 挺好的 夜相挺好的 坐哪儿 你先坐 你先坐呢吧 先坐 他俩是客气的 紧张了姨 紧张 一下就不自然了 哈哈 姨姨也是 他现在吧 也是退休了 但是吧 没闲着 人家上午还找了个班上 然后下午就去游泳 然后晚上回家以后 还自己学习 然后晚上给孩子的话 就是也挺充实的 挺好的 那天退休没下车人 上午干点活 下午没下车人 就是休门时间 嗯 天真挺能干的 你看人家最休了 两天到晚 还找活干啥 还游泳啥 挺好 这时间来的地方挺好 这一天活挺充实 还挺忙活 对 蛮有闲 玩玩乐乐的 今天人家孩子说 要开工个活 就把我给你干点活 我行 叔爷有继续打工的计划 人家孩子今天不是那 给这个师生 知道吗 把我今天活都清了 我都说我给你干了 这点钱 咱们不是说要收清了 发的款式 那挺好 也就是挺勤怀的 不懒 不懒 他干你活也能充实在自己 看书啥今天 我初中一夜 文化不行 书 那不小学就能看 就能看 就能看 那不小学有吗 哎呀我的想法 我自己 我自己也不行 小时候整个 那时候整个合套啥 洗澡啥 你敢喝啥 喝啥 这也不敢进食 那说我问一下 那你看像你一天天有时间 就得去人馆游 有点时间 这是学习阶段的 要学会了 以后得见点去 他去游泳了 你干啥去 那你 这样你咱不能干涉 你这我哪 真的 我爸那脸骗我 啥是我 这事吧 咱不 我不支持你 但我不能干涉你 你这 你这咱俩下处 你干啥我都不在干涉你 你看你干啥 我没拿好 我都不在干涉你 你要我去我妈 就在那啥 我还要看好 我还已经学着我 嗯 他性格挺好 心态挺好 我看你完 我只在说心的话 就像龙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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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开不开心呢 我开心 哈哈哈 属于相中央啥的 涨项给人家 干活啥的 你说干活都行 说涨项不过过的 涨项不过过的 涨项都行 那人说说不过关就是不过关 对 涨项就是啥人家 这匹我钱的 这啥钱 我家条件这啥子 我四个平板 好 弗前我那个个币的 嗯 我半个就疼 我因为一点的就是问题第一 我这人没啥要求 这工资少就想干点啥都不行 现在生活的顾价多高 你想买点啥干点啥 去的话你没有 生活也借鉴 你希望的工资水平实在是多少 这三千 那你像学生有的时候 他们说也在出去干活啥的吗 都担时间都干几次 你是觉得这样的话不稳定 不稳定 自己的生活 你起码就得有那个 基础 生活基础 那人不都得想过的生活充实点吗 富裕点吗 也是挺好的 你就差好 差点工资 那这边也可惜 有点可惜吧 想往前走一步 就得生活只能好点 再说组成家庭欠的多些精力 我知道我公子给人 是 我都知道 这位姨是咋样的人 他是小半辈子 把都在外面打工 对 然后也是挺不容易的一个女人 是吧 那他再多年给儿子 就是帮着父的首付 给儿子操完婚礼 对 然后结婚啥的都他张了 然后自己还将来 老道歉 所以头些年吧 虽然说他雷利风行的 但其实一个女人在外打工 他是吃了不少苦的 对 所以他就觉得说是 如果到了晚年再找一个爸爸 就是能 尽量的 不去委屈自己 不能理解 不能理解 这方面肯定有能理解 除了我觉得是你也不要说 因为你这个公司 就不自信啊什么的 如果就是真的遇到一个人 你们两个哪有哪都合适 然后他也不觉得 就是不不觉得工资低的人 大有人在 明白吗 而且像你说的 你平时生活上也没有太多的化销 对吧 尤其有个孝顺儿子 比如说吃饭都不用自己管 衣服啥子 都更管自己买 那说白了 如果要是真的是自己 就是灰过日子啥子 这钱攒起来了 不都是以后两天在一起 什么用的 对 不好意思 没了没事 祝你以后找给我家的 对 对 靠缘分靠命 对 说的幸福确实挺好 很好 反正咱见面咱们当个朋友处 对 对 咱当朋友处 没事 你那也不远 你那也不远 行 那你先走了 然后以后有合适的 我再给你俩介绍 好嘞 谢谢 没事 那我就走了 骗你 你耽误给我强调 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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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溜个这个 到这 好 我送你一下 我穿衣服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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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拜拜 对于今天的香情 你有什么想法建议 欢迎评论区留言 老喜欢星空电影 给个关注点个赞 下一集继续精彩 咱们回头见